欢迎来到本周的V生命灵术 大家好,我是Wendy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生命灵术九宫格当中 四五六就要连线 在感情上面的特质 以及它在情当中的渴望追求是什么呢 那要进到内容分享之前 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四五六这三个数字 分别在感情当中代表的意涵是什么呢 四这个数字代表的就是 设定目标、谨慎以及期待符合社会的标准 五这个数字代表的 就是愿意为爱来改变 愿意的调整度是高的 同时你也善于说服他人 六这个数字代表的是 我可以先爱你 我也愿意体谅你 同时追求公平 所以综合以上三个数字的特点 四五六连线在感情当中呢 我会叫它掌控的精致线 那在关系当中呢 其实你是愿意付起这种规划啦 照顾啊 还有就是先替别人想的 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或者是角色 这跟四五六当中呢 四这个数字代表的这种果决 还有五这个数字的高弹性 以及最后六这个数字 就是综合起来 我很愿意敢玩 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加在一起 会让你们在感情当中呢 是一个最佳的实践者 还有就是爱情公务人员的特质 因为有四五六连线的人相信啊 关系其实是一种选择 我现在选了呢 我就要好好的规划和认真的走下去 放弃这个字 不在我的感情字典里面 为什么会说有四五六连线的人 叫掌控的精致线 然后你又是一个爱情当中的公务员 那种有四五六连线的人 很期待找到一个愿意 且欣赏自己的人 大家就想说 对啊 在感情当中谁不是呢 可是他这个欣赏呢 其实要怎么样的欣赏 是欣赏他 需要把每一件事情 事先先规划好 每一件事情他都想要设定目标 他想要找到这样子的人 能够欣赏他的这种特质的人 因为呢 当你愿意花时间在别人 或者是你们共有的这些关系上面 你去进行分析啦 规划 甚至投入你的资源的时候 其实代表你已经把对方当成自己人了 某一个程度来说啊 会希望大家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就是有共识 那当我们有这个共识 就代表我们是 往一个人生的目标去往前走嘛 当然在这个人生目标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了 不用说出的默契配套 一起努力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回头一起享受成果的时候 是你觉得最幸福 以及安全感最浓烈的高光时刻 所以有456连线的人 会期待大家在谈感情的时候 先把目标讲清楚 然后在这个目标讲清楚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知道说 怎么一起努力 以及在这个努力时 不会成为彼此的压力 亲密关系当中 有456连线到底在一起当中 他想什么呢 以及如果你正在跟456连线的人相处 如果是你正在被有456连线的人追 应该怎么样反应哦 如果你喜欢他的话 好 如果你是有456连线的人 你在面对爱情的时候 我觉得你要提醒自己哦 你的恋爱对象 其实是来陪你探索人生 而不是来陪你解锁人生目标的哦 如果你要让对方走进来 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让自己习惯在感情当中谈感情 不要每一件事情都是用目标导向的 因为感情里面啊 其实没有什么道理 也没有什么对错 只要你们两个人觉得OK就OK 有456连线的人 你要开始练习一件事情 只要你们自己觉得有意义就好了 不需要去符合社会的期待 或是朋友怎么说 或是你的长辈们觉得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要慢慢的把这件事情 隔离在你们的感情外 这样子你们才有机会 真的是定睛下来 看着对方的眼睛说 你觉得这样好吗 嗯 还不错 还不错你就这样做 这样才会让你的感情增温 而不会让对方觉得说 天哪 你就是一个教官吗 你是拿着教条来去告诉我在感情当中 我对或是错吗 这有时候会比较容易 在不自觉的状况下 把别人越推越远哦 跟有456连线的人相处的过程呢 如果对方也是你真的很喜欢的对象 以及你是一个真的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设定跟这个人是要以结婚为前提的 我觉得对方应该会是一个 蛮值得投资的对象 我刚差一点讲说他就是对的人 后来想想不太对 不能这样说 因为以结婚为前提 只是就是说大家的目标一致 可是你知道这在摸索的过程当中 你还是要冷静一点哦 就是去确认你们的价值观是否一致 所以一旦你们确定了价值观和共识之后 这个努力的目标也会成为他一起的目标 你们会迎来感觉脚步一致的快乐感 因为你们会携手一步一步的走向属于你们想要的爱情生活 亦或者是你的家庭生活 要跟有456连线的人说 以及如果你现在在跟有456连线的人相处 我觉得感情当中 如果有一个人愿意把你的梦想当成他自己的梦想 其实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梦想互相的对焦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是先讲在前面 因为它很容易变成一种反扑的一种压力 有时候在吵架的时候会变成说 我有叫你这样做吗 我当时有逼你吗 这不是你选择的吗 这比较容易在有456连线感情相处过程当中 出现的吵架细节 或是吵架的桥段 但我会觉得说这其实蛮伤人 因为如果你说到说我有逼你吗 哇那时候很容易就 可是很多情侣都是这样讲话的啊 对所以我们说要练习嘛 今天竟然跟大家分享 如何在有情绪的过程当中 你要练习会拉回理智 我从来不说 对你听完温丽姐的分享的时候 你就变成情绪圣人不可能 但我们有一个状态可以这样做 就是我知道我会发脾气 但你发完之后 你比如说以前是要一天两天三天 你才会好的 但你像发完脾气 你可以尽量让自己半天就可以好呢 或是白天发完脾气晚上和好吗 情绪这件事情 不会因为我讲了什么 你就不会有情绪 不太可能 因为人是有感觉的动物 从每一个系列组里 都在跟大家讲的是说 那我如何在发完情绪之后 我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好了 或者是说 我今天想要去跟人家和好的时候 我可以如何解释 让对方知道说 当下的我其实不是故意的 我是一个真的情绪上来了 我的情绪已经凌驾在我的理智之上 在感情片 非常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你如何呢 去把锅打破了 但是可以把你的感情的这个锅再补回来 比较是我们在整个 十二条连线情感关系当中的主軸 大家不要误会哦 我不是说你听完 或者是你正在听的时候 你就去要求说 你看吧 温吉姐说 你要这样这样这样 它不太可能一天就做到 但我相信 应该可以和好的时间越来越快 甚至是说 你会比较知道说 啊好啦 它又给它起来了 算算 等到好一点 放着它一下就好了 这是在整个连线主义当中 我们非常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 和传递的核心价值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针对四五六连线 在感情关系当中的一些特质 以及它的期待 还有就是说 你希望另外一半怎么样去理解你哦 那我们下周见